这里是伊拉克巴格达的城中小街 一队美军巡逻车开进此地被阻挡 周围各家窗户瞬间关闭 突然一个年轻小伙摸着胸口走过来 这五位把车内大兵 紧张的小心肝砰砰跳 庆幸的是 小伙只是拿出一个棒棒糖就离开了 可是两秒之后 这场有预谋的伏击 他以这名伊拉克士兵被贯穿波格而开始 那些游击队居高临下进行射击 那时AK与RPG7上阵 打得美军大兵压根不敢抬头 这一幕也把江临下的猛打方向盘想要逃离 看着四面八方送来的弹劲 原地的大兵则是扛出火箭筒反击 在游击队火力稍稍减弱之后 他们在冲进民防追击 另一边江临原本以为开出了危险区域 但是呢 隐藏在路边的男孩却淡淡按下起爆键 伴随着一阵火光 这辆军车瞬间被炸得破碎不堪 副驾驶的队长当场呜呼归天 江临也是身负重伤 倘若再来一枚 他可能就会葬送于此 现状 军一杰克赶忙上前救援 且迅速帮他把右手包扎处理 酸心的疼痛让江临眼泪扑速速的往下掉 要知道 几个小时之前 江临跟其他三名战友 就接到调领回国 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执行巡逻任务 不成想弄成这个场面 同样被调回国的还有汉斯 他的情况也没好到哪里去 汉斯跟几名队友正在追寻游击队 奈何人生力不熟 根本看不到游击队的身影 并且黑狗还一不小心摔了个大跟头 这可把他的老妖给闪到了 时不我待 另外一名队友很快追进一片目的 只见大兵缓慢地迈动着步子 可还没等他有什么发现 一名游击队就从身后连开树枪 汉斯看着队友倒下 迅速端起家伙上去辅助 那名伊拉克游击队刺是撒鸭子跑路了 当美军后续支援逐渐赶到 眼见不敌对方的游击队才渐渐散去 汉斯枯竭地抱着呜呼队队友 昏迷的江林坐上了直升机 这次伏击令美军大兵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但被调回国的杰克 江林 汉斯 黑狗四人 在接下来的时光就是一种折磨 战争给人留下的床上挥之不去 想要融入正常生活 那是相当艰难的事情 第一个发生意外的就是黑狗 大批警车围着这间咖啡店 天空还有直升机盘旋 狙击手也是随时待命 而在里面的则是黑狗挟持了数名店员 要知道 在美国的黑人犯法 那个是最佳一等 闻听这个事件的汉斯 果断过来劝说黑狗 他知道这家伙并不是一个坏人 毕竟两人曾在伊拉克一起并肩作战过 当然 在汉斯的开导下 黑狗也决定放下手里的武器 只是当机起身想要投降时 当黑狗倒下之后 外边的警员又怎会想到 这名被击毙的黑人 以前却是在伊作战的士兵呢 至于黑狗为何会变成这样 一切还是因为最后的那次巡逻 当时小队遭遇伊拉克游击队附击 汉斯带领他闯击的民宅 他们要去搜索游击队 只是美群大兵的突然闯入 这吓得一名妇女师生大叫起来 黑狗却以为这是敌人 一发就爆掉了他 误杀平民之后 黑狗当场就念住了 不过在战场上是不能停留的 他只能跟随汉斯 继续在房屋内开打 与那些手持AP的游击队作战 大兵依靠火力完全可以压制他们 自制不敌的游击队纷纷撂涛色跑路 在大兵宣泄完弹架里的储备之后 这个伊拉克小将已然变成了废墟 但是那名伊拉克妇女倒地的身影 每天都会闪现黑狗的脑海 回国以后 他也曾与汉斯加入心理治疗小组 在这里所有从战场下来的大兵 都可以敞开心扉谈话 汉斯也渐渐适应了平凡生活 可是黑狗却怎么也平复不了 以至于想要买份咖啡都能暴怒起来 所以才有了劫持咖啡店员的行为 但这样的做法只会丧送自己 现在汉斯抱着曾经的战友 心里再也安静不下来 他开始变得一怒 稍微有点不顺心就会拳脚相加 甚至因为别人的超车 他也会追上去想要暴躁对方 要不是看着驾车的是个小女孩 汉斯肯定会将其痛别一顿 工作上的不顺心 生活中的不如意 一战留下的后遗症 加上此刻黑狗的突然离去 汉斯内心最后的稻草被压垮了 他故此决定再次回到伊拉克 或许军队才是他最好的归宿 但是战场上的那些枪林弹雨 军衣邪克又何尝不是每天备受煎熬呢 呼吱呼吱的炮弹砸过来 伊拉克游击队袭袭袭了这个美军战敌院 使得伤兵的数次直线飙升 甚至有激动的大兵拿枪威胁捷克 赶快给自己的手下治疗 一时间 捷克麻木了 他不明白美军来到伊拉克到底是为了什么 那些年轻士兵要么缺胳膊少腿 要么呜呼呼在这一国他乡 就算杰克尽量保住士兵的性命 今后的日子也是相当痛苦 例如江林就是其中之一 遭遇那次巡逻伏击之后 他的右手被炸掉了 虽然在医院完成手术后顺利回国 可在坚强的拜表之下 仍有一颗脆弱的心灵 尽管装了一个假手 但做事还是很不方便 这让他的内心十分煎熬 所以江林逐渐变得孤立且易怒 他甚至厌恶别人帮助自己 因为江林觉得自己和普通人没有区别 只是他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杰克的情况也是很严重 他在医院帮人做手术时 人会突然出现战场上那些画面 这可如何是好 当江林找到杰克诉说情况的时候 杰克才知道两人原来是同病相连 但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只能让江林试着接受新鲜事物 例如一份真实的爱情 其实自江林回国那天起 曾经的小学同学就关注着他 经常会有意无意地接近江林 最终在爱慕者的开导下 江林慢慢接受失去右手的现实 自然也走出了战争的阴霾 同时收获到一番爱情 两人接下来的事情不好看 因此剑影就帮粉丝观众欣赏过了 但是杰克却开始了中日酗酒 并且他的儿子还抨击美方政府 时刻说到伊拉克战争是不正义的 自然就被学校给开除了 后来带了几个陌生人来家里吃饭 杰克忍不住给了儿子几个大巴掌 我让你整天弄得跟个小混混似的 妻子也看出杰克的不对劲 于是带着丈夫去看心理医生 在这里杰克终于一吐而尽 他十分自责没能救回所有士兵 觉得作为医生这是不合格的 所以回国后整天惶惶不安 当然 这次心理治疗起到了效果 后来杰克跟儿子道歉 以后会多多关心他 江林跟同学走到一起 组建了幸福美满的家庭 汉斯则是真的重回了伊拉克战场 只是片中并没有交代他最后的归宿 至此 前影觉得这并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战争片 里面没有宏大的开打场面 重点讲述四名从伊拉克战场归来的普通士兵 如何难以接受现实生活的故事 题材其实选得不错 演员各方面拿捏的也很到位 只是他们一边拍摄反战电影 却又在不断地发动战争 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 好了 本期故事分享完毕 咱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